大家入依中心內 對 然後去的新鎖 新鎖啊 對對對 然後會有台北不是要去的案子嗎 對 對對對 好 好 那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非常謝謝第一位 然後我們也帶來欣賞採訪 好 非常感謝他們 也少許光輸你現在用的案子 就是對於全國殺的 對 所以只要能夠為台北教具 讓台北教具有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我們就是讓台北教具有更好的發展 來幫好的點擊給大家一起分享 對 那這邊也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我覺得服務船是不怕花心的 重點是我們怎麼花隊群 然後讓每一個服務船的每一分錢 都可以對我效力的 達到對方的效果 真的是能夠把 集團愛傳出去 那我們下一組呢 也是家庭一組 家庭下段的題目 那我們要關於的是 關於家庭下段的題目 還有一種計畫 掌聲歡迎下一組 掌聲歡迎下一組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CNCC特別教育科法公司 那我們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跟剛剛穿起的關係 那我們直接破題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傳承跟挑戰 傳承的名稱就是我們 我們今年怎麼將我們的信仰 雙清給我們下一代 這本書我想應該 蠻多教友 或者是老先生 神父已經有看過這本書的封面 但是它的配合在講成 我今天會比較快速的大概介紹 他今天跟我們要講的傳承跟挑戰 是有關係的 剛剛講到傳承是家庭 家庭的信仰 孩子的信仰 你們有沒有遇到什麼狀況 今天我們主要要講的是 善目教 善目教裡其實還有一點點陌生 對不對 因為他對我們台灣來說 還算是一個蠻新的東西 可是我換一個方法講 我們在座有沒有人聽過蒙特索依 有嗎對不對 蒙特索依幼兒園 在我們教會的單位底下 已經有蠻多使用蒙特索依的教學法 但實際上 蒙特索依它還是一個天主教題 那這個三個教學法 我們這邊有看到有教育家 還有神學家 中間有個聖神 旁邊還有兒童們跟引導員們 這套三個教學法 就是由蒙特索依這個 非常之名偉大的教育家 他自己透過他陪伴孩子的過程 發現信仰是孩子能與生俱來的特質 於是他透過他的教育專頁 他本身還是一個科學家 那中間是他的主題們 他旁邊那位 叫做Jiana Coby 他是蒙特索依的第一任學生 跟旁邊的兩位全學家